為什麼柯文哲主席 一開始走出家門的時候 他很坦蕩的是配合調查 不要忘囉 他走出家門到連政署 到他被當庭逮捕之前 我們在法律上這個人 他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 他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 但是你們去看那個新聞帶 我那時候看那個新聞帶 我非常的驚訝 他走出他的家門 他要配合調查 所謂配合調查是我自願前往 我的人身自由 沒有受到任何的拘束 他要對媒體講話 那個檢察官 叫他上車對不對 叫他快上車快上車 我已經公開問了 你憑什麼去限制他的發言 憑什麼 你今天有逮捕他嗎 你沒有逮捕他 你憑什麼不讓他說話 那天開的是搜索票 不是鞠票啦 對啊 對啦 差別在這邊了 對 今天是柯文哲願意志願配 今天你如果是開鞠票 所以你才堅持讓他做 他的程序對不對 不要做 今天你開的是鞠票 我沒有話講 就是被鞠了嗎 但是柯文哲是志願陪你去 他即使是志願陪你去 他為什麼要跟媒體朋友講 是他對於他來講 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要問的是 你對於我柯文哲 一個重要的在野黨主席的家裡 中央黨部的辦公室發動搜索 你的依據在哪裡 合理性在哪裡 他提出了非常強烈的質疑 那這個是我們在觀察這整 這個是我們在觀察 整件事情的時候 那一天 因為我陪主席去花蓮 去參加副總召 他的老太夫人的告別式 我也遇到 中國國民黨的立委 我那時候就問他們一件事 請問你們中國國民黨 中央黨部被搜索 你們的反應是什麼 每個人看著我 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換另外一個角度講 今天以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馬英九 馬英九政府 如果派人去收民進黨中央黨部 大家想像一下 你們覺得民進黨的反應會是什麼 我們將心比心 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知道 為什麼台灣民眾黨的反應 會是這個樣子 即使是這樣 我們提出我們強烈的質疑 到我們中央黨部來搜索的時候 台灣民眾黨有沒有任何抗拒 沒有 我們沒有任何抗拒 結果 我們去質疑你為什麼收我們中央黨部 台北地檢署竟然拿這個來說我們 說你們也沒有抗拒啊 那你到底要我們怎麼辦 要我們中央黨部的同仁在那邊抗拒 說你不准收嗎 怎麼講他都有罪名可以安 但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當一個執政黨 你要去收在野黨的中央黨部的時候 你不需要有清楚的論 你不需要有清楚的證據嗎 那我最後Button Line 我就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為了監華城的案子去收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請問你從民進黨的中央黨部收走 帶走的那些東西 哪一份文件跟淨華城有關係 我不能講嘛 你可以講啊 台北地檢署你自己講清楚啊 你來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收帶走的東西 有哪一份跟淨華城有關係 好國長講這個我理解了 因為他當時可能是查淨華城的時候 想要找柯文哲的個人的辦公室或電腦 但他去了民眾黨中央發現沒有辦公室 那像這樣狀況怎麼辦 因為他那個搜索票已經開出來了嘛 對不對 就是他想說我要查柯文哲 所以民眾黨主席的民眾黨中央的辦公室 他現場沒有的時候到底應該怎麼辦 他搜索票上面就記載啊 這裡就沒有 這裡就沒有柯文哲的辦公室啊 沒有人阻擋他喔 他們在裡面在那邊闖在那邊弄 完全沒有人阻擋他們 大家去看我們從公共辦公空間 的那個監視器 他就可以看得出來啊 完全沒有人阻擋他們 他們愛在裡面怎麼走怎麼走 怎麼翻就怎麼翻 可是既然沒有辦公室的話 為什麼當時還是有壓東西出去啊 因為我看他們搬東西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 我如果回答的話 你覺得台北地檢署會怎麼對付我 我洩漏偵查當中的秘密 嗯 不是嗎 我們連要自我防衛喔 都不能講了 那他們是造謠聲勢散播假訊息 無所不用其極 雙手一攤 嗯 剛我講的那個都還是最簡單的喔 後來在講到金流的時候就更扯了 有170的 有700的 嗯 後來鏡周刊從700的我質問他們 你的依據到底是什麼 嗯 他繼續不理我 他說有700的 然後違背植物收穫罪申請羈押 我質疑他的依據是什麼 結果鏡周刊發聲明指著我的鼻子罵 說是我幫柯文哲安上 違背植物收700萬的罪名 媒體可以這樣搞喔 韋漢哥是資深的媒體人 我也很敬重他 韋漢哥向來講話有貧有盡 我只想請教韋漢哥 當一個媒體只有標題喔 700萬啊 我看到700萬 我馬上去看內文 我看完內文了以後 沒有一句在解釋那個標題700萬 結果後來除了700萬又多了上千萬 嗯 我一樣喔 我看了那個標題有上千萬 從700萬 又plus上千萬 那我再去看那個上千萬 我看了整個內文 沒有一句 交代上千萬是什麼 從誰到哪裡 現金 匯款 轉帳 什麼都沒有就只有標題 但問題是台灣現在惡劣的環境變成是什麼 惡劣的環境是只要有標題 大家可以去Google啊 一個700萬的 一個上千萬的 有多少家媒體跟 媒體一跟以後 對於政論節目的所謂的名嘴 就大開綠燈了 大家講話都有所本啊 說700萬 這不是我講的喔 你是媒體報導 這是媒體報導 1000萬喔 這也不是我講的喔 這是媒體報導 變成大家全部講話不用負責任 所以為什麼我們後來忍無可忍 中小平說有3到4億 真的啊 上3D的時候說有3到4億啊 我那時候看了那個新聞 我怒不可異啊 我真的怒不可異啊 中小平講完3D新聞 我馬上上新聞標題啊 金華城 柯文哲不法啊 然後3到4億 結果我們 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其實當天就想要告中小平 當天就想告 但我不能告 我為什麼不能告 有資格告他的人叫什麼人 柯文哲 柯文哲在哪裡 在裡面 對 有資格告的人喔 完全沒有防禦自己的方法 我想告喔 我還沒辦法告 是等到柯主席出來了以後 出來了以後 我請律師請示他 說這件事情提告 好喔不好 真的不能再這樣放人下去了 柯主席點頭 所以才去提刑事制術 為什麼我們提刑事制術 而不是像一般去按鈴刑事告訴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去台北地檢署按鈴提刑事告訴 請各位網友做一個評判 你覺得台北地檢署會積極爭辦 還是台北地檢署會把你的案子 就放在桌上 我擺個半年 一年啊 兩年啊 你問他的時候 他永遠回你四個字 依法爭辦中 依法爭辦中 我揭露了多少必案 在台北地檢署躺多久了 每次問 每次質詢每次問 就送我的這個字 依法爭辦中 我們為什麼 不提刑事告訴 我就是公開的跟你講 我不信任你 所以我去提刑事告訴 結果提了刑事告訴了以後 我也拜託各位媒體的好朋友 去問一下鍾小平的回應 結果鍾小平的回應說 我是轉述媒體報導 他自己造謠 結果被告了以後 馬上不敢負責任 縮回去縮到 往後退報退到幾步 想要去拉一個伏幕 說他是引述媒體報導 我進一步請教他說 請問你引述哪一個媒體報導 他講不出來了 因為根本沒有 但他回應的方式是什麼 他回應的方式是 繼續罵台灣民眾長是糞坑 他的意思就是 我是糞坑裡面 其中的議員就對了 這個是一個市議員 在扮演監督的角色嗎 還是在外面毫無依據的抹黑破糞 完全不負責任 我黃國昌在立法院問政的時候 我質詢每一個案子 哪一樣不是有理有據 我什麼時候做過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要再提醒的事情是 在台灣社會我們如果容忍 檢調跟特定不孝的媒體 可以勾結起來幹這件事情的話 你在台灣要講司法爭議 那真的是會是一場國際大笑話 任何一個今天我就簡單問一個問題 今天柯文哲請問下一個是誰 今天柯文哲請問下一個是誰 今天萬一萬一假設被偵辦的對象是侯友宜市長 是新北市這麼多開發案 把它全部翻出來 我管你有沒有什麼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我直接扣侯友宜一個大帽子 你這就是圖利 你圖利這個集團 特定的媒體會用相同的標準 會用相同的方法去這樣對付侯友宜嗎 我現在在退一萬步講 不管是任何人 今天這個人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侯友宜也好 都不應該遭受這樣的對待 將心比心 有一天民進黨會不會下來 有一天民進黨下來的時候 換執政黨用一模一樣的方式 對付民進黨 來對付賴清德 民進黨的支持者可以接受嗎 台灣這樣繼續搞下去 台灣這樣繼續搞下去 沒完沒了